大家其实回想到12年的时候 大家也都看到 就是在伦敦奥运会上 当时有人质问我 说你们中国运动员 现在怎么都游这么快了 是不是那什么 当然质问了叶士文 那么我当时其实就这样 其实换为思考 我觉得中国人来说 有刻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愿意去学习 我们学习了更多心理的方法 我们在赛场上 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 非常伟大的事情 但是到了国外的西方媒体 就变成我们好像一定用了 什么阴谋鬼论这么一个 觉得其实对中国运动 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个 这么一个言论 那么回到今年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 这些言论已经一笑而过了 当时没有那么强的情绪 我不会有太多情绪 我只需要把我自己的成绩 把我自己的气场 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不用在意他说我行就行 他说我不行就不行 最重要是成绩 在赛场上证明 那你觉得就是说 像霍顿这样的运动员 他为什么会针对中国运动员 说那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中国游泳队 近几年的快速成长和崛起 还有后辈人才这么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从人心来说妒忌吧 因为确实中国 中国游泳队 中国游泳队 现在从近几年来说 我们涌向了很多新的 苗子跟选手 可能对他们都产生了威胁 对他们 对他们形成了压制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如果说 作为运动员心理 我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在赛场上 奥林匹克有个精神是 大家是相互 是相互尊重 所以我觉得 在运动员在场上 成绩它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如何尊重对手 先学会这个 我觉得才能在赛场上 赢得大家所有的认可 我看你也提到了 你现在有到澳大利亚去训练 但是好像澳大利亚 他们那边曾经说过 不太让中国的运动员 到那里去训练 对你有影响吗 前两年有 说没有那是假的 我一周最多换过四个泳池 就是因为我可能到了这个地方 别人看我来了 他还限制你 他们由于泳联的 模式来限制高压你 明确就是限制 对就明确限制 那么在那个过程中 是非常痛苦的 他们当时不让你去 但是训练的时候 会怎么跟你讲 他不会怎么讲 他们会找很多记者 然后就是来跟你形成压力 然后说 说中国人又来我们的泳池了 中国人来张罗我们的泳池 等等一系列标题 就在来影响你 就是你去训练的时候 就有很多媒体的记者跟着你 对 有的他们那种 就在角落里 或者我不知道的地方 等等一系列 那么最后被迫实在没办法 我找了一个就是 都快不在黄金函 周的那个游泳池里面了 都快离开那个周了 到那个交界处 去找了一个游泳池 在机场边很远 但他那个老板先要把外面的训练 就是对外开放完结束之后 我才能训练 那么这个时间每天都在变化 那么对一个运动员的规划 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正是因为我觉得 或者他们永远对我的刁难 包括也是练就了我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 所以导致后来我对这些东西 就是已经不以为然了 就是我觉得我有能力我强 我在哪里我都能练 你可以驱赶我 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 我在赛场上 我可以跟你在一个尺子通胀经济 用成绩证明自己 那后来你还在接着澳大利亚去训练 你觉得现在跟两年间相比 有改变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准备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老外也觉得也很想学习 那么老外有好的东西 我们也很想学习 没必要大案弄得跟仇人一样 我今天来训练 你孙杨又来了 中文人又来我要干 其实我们包括对待任何国家运动员 都是一个开放式的 只要你们想来 只要你们想来 我们都愿意接受 对于国内没有办法 安心训练的情况下 所以我还是选择输国 所以说澳大利亚如果说 哪怕就是没有人陪我训练 能找一个很安静的泳池 对于我来说是有利的 逐渐从舆论漩涡中走出来的孙杨 再次往周训练 曾经的福利 如今看起来 早已不是昨天的避风港了 澳大利亚永结出台新规定 在政府资助的领奖台计划 范围内的15家俱乐部 以及教练不得接受 有兴奋机历史的运动员 令人遗憾的是 丹尼斯所在的迈阿米游泳俱乐部 就在领奖台计划之列 Very unfortunate I was sad because I still think it was a minor infraction all the plans were made and he came out but I was not allowed to be involved with his coaching so it was very rushed and very unfortunate and sad to have him arrive here and for me not to work with him 澳大利亚就不允许你这个说 有兴奋剂的那个就不能训练啊什么的 所以当时把他的心整个搞乱 所以这块里面对他来说 出现了一个低谷的状态 不能训练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 我觉得当时确实有吧 但是他的徒弟也很棒 我觉得 我跟他之前很早就认识了 然后他其实是不作为是 他们澳洲一个教练 他其实是自己在下面带那个训练 但是他自己曾经也是游泳运动员 他也是丹尼斯的学生 所以说我虽然可能在现阶段 我不能跟丹尼斯的 但以后是也说不准 但是作为现年来说 布尔远他是我的教练 那我其实还是非常信任他 我觉得我这个脚子夹回头 我要消掉还是要去修一下 上面就像我多出来 我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在丹尼斯那地方训练 临时给他在父亲找了一个地方 一个星期以后又说不行了 我又换 换到一个大学 刚练一个星期的又不行了 非常不顺 换来换去换了好几个住的地方 训练的地方 前面整个一个月就没有正常训练 所以对他心情也影响比较大 他有时候可能不想表现出来 但是有的多多少少 他会有一些烦恼情绪 这是肯定的 正常系统训练的几个星期 结果媒体就来干扰 最头版头条 媒体就说 把我们的拥有池弄脏了 偷偷地躲起来 躲到这些地方来训练 我觉得外屈是有那种煽动 或者有一种歧视 或者甚至有一种对抗 我那一段时间 把我弄了神经池 一有人拿相机 一有人拿摄像头 我就反应非常的美洁 我当时我就感觉 他肯定是一个记者 那个事情 就是让我觉得 后来在澳洲训练 变得更加的困难 更加的难 因为总觉得好像 我去训练了 就好像弄脏了 他们的泳池 我觉得说实话 心里看了确实挺难过的 但是最重要一点 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这一个 不能去我觉得去跟两年前一起用事 他说我 我就要去跟他去对着 去抗衡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我从困难中走出来 我在比赛中 我战胜你澳大利亚队 虽然那个时候就已经 我觉得心态就比以前好多了 可能经过那种大风大浪以后 他就好多了 我就正常训练就行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就是他的成长 那么他的对待训练是一丝不苟 每天早上有的时候 没办法怎么办 只能是别人训练的时间以外 我们自己的安排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是三点多 有的时候四点多 有的时候五点 早上起这么多 生物中基本上是乱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